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南海方面的话题 近日 飞方的船只亲闯仁爱礁 被中国海警船依法采取管制措施 那么飞方一再地声称 他们运补的是生活物资 但其实一直在偷偷地运送建筑物资 甚至是武器弹药 企图长期霸占仁爱礁 这也是导致南海事态升级的主要原因 那么我们回顾一下 今年5月以来 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所作所为 我们发现 在美国的推波助澜之下 飞方的表现是越来越激进 这也反映出飞方的决策系统毫无理性可言 有分析人士指出 这也是飞方的政客 借此想树立所谓的强硬爱国形象 并且以此来向背后的操盘手表忠心要好处 那么针对资深清闯仁爱礁的这种行为 还反污中国以大蹊跷 林健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表示 敦促飞方立即停止海上侵权挑衅 否则后果自负 我们来听一下林健的评论 飞方的说法完全是颠倒黑白 倒打一旁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 是中国领土 菲律宾未经中方允许非法清闯仁爱礁海域 违反国际法 违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 纯属无理挑衅 更何况 飞方此次行动根本不是什么人道主义物资补给 飞方的船只不仅夹带建筑材料 还偷运武器装备 故意冲撞中方的船只 非人员还对中方的执法人员 泼水投掷物品等 有关的做法 明显加剧了海上的紧张局势 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的安全 中方依法采取必要措施 维护自身主权 合法合理 专业克制 无可非议 中方将坚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同时敦促飞方 立即停止海上的侵权挑衅 否则后果自负